方山子传 苏氏 方山子光黄间隐人也 寿时目诸家郭姐为人 屡里之辖借宗之 梢壮折节读书 欲以此驰骋当事 然中不遇 晚乃顿于光黄间 约齐亭 安居舒时 不与世相闻 起居马会观福 徒步往来山中 人目视野 见其锁着帽 方耸而告 约 此其故方山观之遗相乎 隐位之方山子 于折居于黄过其亭 事见焉 约 乌乎此无故人 尘造既长也 何为而在此 方山子已决然问余 所以致辞者 于告之故 福而不达 仰而笑 呼于肃其家 环度消燃 而妻子奴婢 借有自得之意 于既悟然意之 读念方山子少时 十九号建 用财如粪土 前十九年 于在旗下 见方山子 纵两计 邪二使 游西山 却起于前 实际逐尔设置 不惑 方山子怒马读出 一发得知 应语于 马上论用兵 即故今成败 自为一世好事 今季日耳 今汉之色 由陷于眉间 而其山中之人在 然方山子 适有勋法 当得官 是从事于其间 经营献文 而其家在洛阳 原宅壮丽 与公侯等 河北有田 遂得博千匹 一族富乐 皆弃不取 独来穷山中 此起无德而染在 欲问光黄间多亿人 往往洋狂购物 不可得而见 封山子躺见之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敏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